好 大家期盼的主播日常来了 我先挡住这张喔 因为很好笑 好 我昨天呢 其实是跟家人去这个世贸家具展 我们就是因为它那边 世贸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展览吗 我们就常常会去 那其实我最期盼的是书展 但是书展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一直被取消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 成功让我非常的失望 所以呢 只好去家具展 去看看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啊 去逛一下这样子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想说 因为里面通常是不能拍照的 因为都是别人的这个家具的设计啊 通常是不能拍照 所以呢 我就想说 那就在外面跟这个旗子来拍照 因为通常外面都会放一排旗子嘛 就里面有什么展览啊 就有放什么旗子 好 我就跟这个家具展的旗子拍照 它原本是反的喔 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 现在是正的 因为我们有把它转过去 但是它原本是反的 所以呢 那时候我们转过去之后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要拍我妈在那边 3 2 1 好怕 大一阵风 我被这个旗子打脸了 而且嗓了一巴掌 真的是非常的大胆 连我爸妈都不会打我巴掌 我居然被这个旗子给嗓了一巴掌 让我们真的是 当下是非常傻眼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眼睛其实闭起来 就是一个3 2 1 然后就 喔 好 被打我给你打 但是呢 后来我生气 我去找另外一面旗子拍照 就是因为呢 非常的受不了 居然会被旗子给打脸囉 所以就提供一个比较搞笑 比较有趣 这都是拍照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喔 提供给大家